每個人誕生時都是赤裸的來到世界 裸體是人類在伊甸園最原始的狀態 夏娃和亞當偷藏了智慧樹上的靜果之後 有了善惡的判斷與羞恥的概念 學會以五花果的樹葉當作衣服來折羞 人類被神驅逐出伊甸園後 發展出華美的衣著文化 於是我們離伊甸生活也越來越遠 然而在日本的許多地方仍然保有類似伊甸園的文化 不需要詠衣、浴巾阻擋人與自然之間的連結 在這裡對於自然的崇敬超越了性別的差異 男人和女人一起坐在青煙鳥鳥的溫泉雲霧裡 享受徹底解放的溫暖幸福 在不了解日本文化的外國人眼裡 這是日本文化放蕩的具體表現 但是在日本的內心 這是祖先流傳下來的文化 混浴 日本的泡湯歷史可以追溯到神文的時代 由馬、道後、白冰是日本的三大古湯 請問你泡過幾個呢? 古人看到受傷的動物在溫泉中洗浴 從中領悟到溫泉可以治病的原理 在醫療不普及的古代 溫泉不但是各地的信仰中心 也是大自然蓋給人類的免費醫院 在古代大部分的溫泉都是天然的露天溫泉 這個年代男女混浴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到了江戶時代 除了在野外洗溫泉 日本人在大眾澡堂洗澡時也是不分男女 雖然溫泉的霧氣可以提供一些遮蔽 但仍然會有落單女性被性侵 再加上早餐裡常常會有午室為了戳早女爭風吃醋 本來是洗澡的地方變成別血之地 1791年1月25日 幕府大名松平定性 在江戶城頭貼出告示禁止成年男女混浴 然而民間已經習慣婚育很久了 這個婚育禁止令只維持了兩年 松平定性就失事下台了 自從黑船來航事件到後來的明治維新 日本急於拖亞入歐晉升成為世界列強 在那個年代只要是西洋人不喜歡的東西 就會被貼上落後不文明野蠻的標籤 日本傳統的婚育文化也就被禁止 為了要成為世界眼中的文明之邦 日本決定捨去自己的文化 1901年5月24日 明治天皇頒布禁令禁止男女混浴 假設有被查到男女混浴的情勢 將會罰款當時的25日幣 其實在當時這樣大 相當於現在的50萬日幣 是不是非常多啊 二戰結束後 美國佔領日本的時候 更進一步想要改變日本 讓他不要有羅勒的行為 所以頒布了所謂的公共慾償法 這個法律規定所有的興建澡堂 一定要是蓋男生跟女生的分別 原本的男女混浴的澡堂 假設你有做一個分別的措施的話 是可以繼續營業的 但是從那個法律以後 日本的混浴澡堂 就一步一步走向凋零 物極必反 匹極太來 三島有記夫說 日本的文化進步或落後 不應該從西洋人的眼睛來判斷 明治維新以來 日本的文化並沒有進步 已經到時候該明白 一直追在西洋後頭 就是文化荒謬的時候了 儘管說日本的政府 還有這些西洋的列強 一直想要消滅日本的混浴文化 但是其實日本的混浴文化 並沒有因此被消滅 反而是以蜜湯或是同好會的形式 繼續存在 日本對於男女混浴 有著非常嚴格的紀律 大家絕對不能有任何言語 或是肢體上的侵犯 而且也會好好管理自己的眼神 絕對不會發生這種 死盯著女生看的這種情況發生 近年來一些外國的觀光客 可能把A片的劇情當成現實 你到男女混浴的溫泉裡面 就好像這輩子沒有看過女生一樣 目不轉睛的盯著女生的身體看 這種世間的行為 是一個很沒有禮貌的行為 其實眼睛是一個人的靈魂自創 如果你看到身材驕傲的女性呢 請你還是要仔細欣賞她 美女之間的溫柔的神情 每個女人都像是一本書 請你仔細閱讀她眼神之間流露出的訊息 如果你發現她的眼神 並沒有在看你的眼睛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再去世界 啊不對啦 旅行其實就是學會尊重他國的文化 當我們在學習尊重他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在學習尊重自己 混浴是日本的傳統文化 請不要用油色的眼光去看待 然後大家記得 入浴前要遵守日本的禮儀 把自己的身體洗乾淨 但是在你把身體洗乾淨的同時 請你把你的心靈洗涤乾淨 肉體不是一個單純只是發洩性慾的工具 肉體也可以成為體驗 自然美好的工具 藝術和色情往往只有一線之格 全部都在你的一念之間 呃… 喂? 欸老闆老闆欸對 欸… 欸… 那個混浴的澡堂有幫我找到嗎? 有齁? 啊謝謝老闆謝謝 欸… 很多女生嗎? 喔很多喔 謝謝老闆 欸不會老闆你放心 我…我正人君子 嘿…我正人君子 人稱聲勢 眼睛絕對不會亂看 嘿…對 不會…不會…不會… 就是…不會亂看啦 就算亂看也不會被發現啦 老闆你真的放心啊 正人君子 聲勢…聲勢… 對啊…老闆你放心 欸要說欸… 欸老闆那個… 炮混浴的女生 大概平均年齡是多少 蛤…什麼…70歲… 痔… 吃什麼…